而从十年前的921到去年的四川大地震 都进入灾区帮民众自立造屋的建筑师谢英俊 这一次也在第一时间就来到台东太马里的灾区 协助嘉兰村民自立造屋 才两天的时间 一整排房子股价就已经大致完成 灾民组成的搭建小组正忙着盖上屋顶 灾后不到一个星期 建筑师谢英俊就带着他的团队进入太马里 帮灾情惨重的嘉兰部落自立造屋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临时安置这个阶段 让居民能够参与 可以参与的话 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心理上的问题 收入上的问题 从921到去年的四川大地震 现军在台湾和中国大陆 已经帮助过200多个村落 以这种清刚垢的环保建材自立造屋 他研发出一套可以快速新建的方式 同时训练灾民 让灾民以供待阵 一起盖自己的房子 我们有两天的教学 有的是在外面盖过 大概只要一个星期 发出就能完成 而且这类可以拆卸重组 也可以永久居住的中继屋 比起组合屋 还要环保且进气 卸建筑师在设计建筑的时候 大概9成的材料 是可以拆卸之后 到新的地方再利用的 最后重建 灾民最需要的 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有一个自己的家 目前嘉然村的灾民 都暂时住在国小的帐篷里 乐天的他们开玩笑说 自己的房子被冲进太平洋里 去环游世界了 不过就要开学了 妈妈们忙着帮部落的小孩缝书包 闷热又不方便的环境 大家都想赶快有一个自己的家 这边住得怎么样 帐篷 还不错 还不错 不然很热 当然白天很热 晚上很凉 可以远眺到大海 这块台东县政府提供的土地上 预计要盖出65户 提供给嘉然村的灾民居住 带着多年来自立造物的经验 县郡以民间的力量切入 让这里成了灾后 第一个已经开始动工 为灾民兴建永久住的地方 记者素杨许正俊 台东采访报道